WhatsApp作为其实通讯App之一 您或身边的朋友应该都遇到过WhatsApp上不小心删除了对话 或者是对话记录突然消失的情形吧 不用担心iPhone上的WhatsApp 无论是对话记录、相片、影片 这些无论是误删还是丢失不见的 您都可以透过本影片的教学来将它们还原到iPhone上 如果您有定期将iPhone备份到iPhone的习惯 就可以很轻松的从iTunes的备份中实现WhatsApp删除讯息的还原 首先加iPhone连接到电脑然后打开iTunes 然后选择要回复的备份档案点击回复备份 回复之后你的iPhone就会被重置掉 所有的数据就会被备份的数据给覆盖 其中也就包括了WhatsApp的备份 所以这样的话您就需要完整的回复整个iPhone中的全部资料 就不能单一的选择WhatsApp这一个应用程式 所以我们不推荐这个办法 WhatsApp不会将你的日常数据保存在伺服器上 但是它允许你设定聊天备份到iCloud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这个内建功能来进行还原 当我们移除了WhatsApp要重新安装进行登录的时候 界面就会提示你还原对话记录 我们按照界面的提示的步骤去完成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定期在iTunes上面备份 或者是没有使用iCloud的自动备份的功能 那么你可能就会担心无法复原iPhone丢失的WhatsApp的对话记录 你还可以预览iPhone内部或者备份里面的资料 以便于有选择的去将已删除的WhatsApp的讯息 还有资料进行还原 而且它同时还支持Android装置哦 我们下载并安装Trackback 影片描述中可以获得下载链接 我们选择从装置存储中恢复WhatsApp数据 然后使用USB线来连接iPhone和电脑 然后点击开始 我们这边就只选普通的WhatsApp 然后Trackback它自己就开始扫描 我们等待数据分析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iPhone上面的Trackback的已删除的讯息啦 等等等都可以恢复出来 然后我们根据数据的类型 就可以快速定位并且预览WhatsApp的对话资料 点击恢复到装置 它就会自动进行恢复了 以上就是WhatsApp已经删除的消息 我们如何还原到iPhone上面的详细教学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找回您丢失的WhatsApp对话 如果这个你有帮助 请按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更新有关WhatsApp使用的教学视频